陳老師工作設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很多人都會聽過四大明珠、六大明珠、六大奇書、四小明珠等等 但有多少人看過原文呢? 其實看過原文的人不多 而現在我們可以閱讀到的書、接觸到的媒體也越來越多 可能少了人會拿回原文去看柚奇 這些經典的四大明珠、六大明珠等等 為了節省大家的時間 我打算和大家做一個系列 專門介紹一下這些明珠製作、創作的脈絡、作者的介紹 和當時的時代背景 讓我們可以用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全面的角度去看這些作品 我會提到的作品系列 當然不少得有三國演義、水湖傳、西遊記、紅樓夢 亦都有爭議比較大的金平梅、羽林外史和寮齋志義 希望在這一系列的作品裏面 我們真的可以找回那個時代的歷史背景 和那個時代裏面的人物的真實的靈魂 從而再讓我們反思一下我們現在的生活和那個年代 那個時代的生活之間的那種變化究竟有多大呢? 或是根本就沒有改變過呢? 這次先拔頭籌我要去講明珠 當然先講一些有爭議性的那些 就是講金平梅 而當我們想了解金平梅也好、水湖傳也好 甚至乎是西遊記、羽林外史、水湖傳也好 其實你不能忽略的就是他當時的時代背景 亦都是明朝最黑暗、最荒謬的那一段時間 所以第一集我們要對整個時代背景有一個粗淺的了解 我簡單地介紹一下在明朝的中晚期究竟發生過甚麼事 然後我們看完這段歷史之後 我們再去看四大明珠、六大明珠、七大、八大明珠 究竟在一個怎樣的土壤之間生長出來的 而他們所諷刺的內容究竟是甚麼呢? 你就會有一個很立體的了解 聽看我的節目也知道我很喜歡去笑明朝的皇帝 你真是沒辦法不笑他們 一群人不是番薯就是彈省 所以如果你不笑都對不起自己 一齊細數一下這些皇帝是甚麼人 諸厚照最厲害的是吃喝玩樂 索勝是將朝政交給劉瑾 叫他做CEO 你幫我看著國家 我就去玩玩了 話說他在華西門外 興建了一大片的宮殿 這個宮殿叫甚麼名字? 叫做炮房 他會選擇一些天下奇珍異獸 和美女放在炮房裡 一時間又去看動物 一時間又去看美女 一時間又去看美女與野獸的表演 究竟美女與野獸表演甚麼呢? 可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那些錦衣衛 看到朱厚照 玩厭了宮殿的美女 於是乎跟他說 皇上呀!聽說西域的女子很棒呀! 那些皮膚好像剝殼雞蛋一樣 比我們本土的婦女都不知要好多 要不要去試試這些來老爺呀! 諸厚照聽到之後 馬上就叫這個錦衣衛 即是阿于永去做這件事 這個錦衣衛于永 找了一大批很漂亮的西域女子過來 不知他怎樣拿過來 老粒也好 買也好 總之他就找了一大批西域美女過來 那朱厚照看見之後開心到爆炸 於是乎將他們藏在炮房的一個物室裡 除了玩毒物、玩女人 以及叫女人玩動物之外 朱厚照還很喜歡聽歌 每天都會叫一個管弦樂團 在他面前表演 也不是管弦樂 即是他自己皇宮裡的那些惡師過來幫他表演 但聽到二五之後 他就下令叫禮部 去精選全國各地的一些藝人 讓他們入境 你們不用先唱 待命 皇帝叫你唱 你就過來唱 這些唱曲的人是甚麼人 絕大部分都是女子 每天他也會見到數百個女子在他面前唱歌 所以他也會從中選擇哪些更漂亮 哪些更漂亮 總之每天都夜夜生歌 歌舞升平 他自己一剪歌喉 又學一下唱歌 學一下彈琴 甚麼都學一下 由一個五音不全的人 變成可以隱行高歌 亦都成為了一個很出色的歌手 還上了一個很出名的選秀節目 大名好聲音 諸口罩在聽歌 找美女 看動物等花費上 用的錢可以說是高度 朝野震驚 在短短幾年裏 這間炮房就不停擴建 擴建 為了要擴建一些東西 他就要加稅 每年要加多一百萬兩的稅庫 他又很喜歡看一些大隻佬 搏膠 去表演 塗花生油的心口 所以又廣焦大力士 所以這傢伙只有你想不到 沒有他做不到 諸口罩對女人的興趣 隨著她的年紀越來越大 也越來越大 凡是你獻了一個美女給他 他都會重重有賞 哇 你這個龜公做得很好 讓我獎金的龜殼給你 甚至乎有一個官 叫做馬昂 他本來是犯罪 被人把官 你不要管 他妹妹很漂亮 但雖在 剛剛嫁了人 還要有寶寶 但是 這些都不重要 身為哥哥的馬昂 在他妹妹的夫家裡 搶回妹妹回來 獻給豬口罩 豬口罩開心到爆炸 不單止幫馬昂 服了職 還送了網衣和豪宅給他 網衣 知道是什麼嗎 即是你胸口裡有一條 好像龍一樣的東西 但隻爪只有四隻 不是大觀 沒有機會穿到 這個豬口罩 在炮房裡最生夢死 但他的興趣不單是在炮房裡 他亦很喜歡翻新他的供電 又興建了什麼 泰素電 營炊電 超和電 光齊電 崇脂電 還開了一個船廠 打算做私人遊艇 這傢伙可以說 是把他父親 儲存的國父家產 全部都放在他手上 當他父親 留給他的錢用完之後 他就唯有向全國加稅 而且就算是加稅 也沒有辦法 可以滿足他繼續 發發發發的購物 建屋的慾望 不夠錢用了怎麼辦 賣官 不好意思 我說得太粗屁了 捐官 有個大臣提議這件事 之後就說 Good idea 所以由他開始 賣官就變成像街市買菜一樣 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烏山姆就在 不理你昨天是誰 只要你付錢 明天你就是官 所以搞到 文官可能不識字 沒有官 可能是拿不起劍的 既然皇帝都這樣說 各個地方官 開始大肆地買官 幫助皇室 振興皇室 幫助皇上 繼續去充盈他的國父 打著皇上的旗號 向一把矮民敲詐勒索 在從中的過程中 自己在當地交納給國父的稅項又多了 自己又可以升官 同一時間又可以收下中介費 中飽私囊 朱厚趙沉迷聲色歌藝 已經是不能自拔的 搞到荒廢朝職 文武百官都說 哎呀皇上你玩還玩 偶爾抱頭 有些事情要談的 朱厚趙覺得算了 偶爾出來抱一抱頭 但有時搞到文武百官 由凌晨 由凌晨開始等 等到天黑都未見到皇帝出來 甚至乎人們由凌晨開始等 等到月亮出來的時候 突然有個太監跟他說 皇上今天龍體不息 不上朝 甚至乎有時要祭祖 要去過一些慶典 皇帝出來抱一抱頭 你要去接受文武百官的朝禍 就算你不理文武百官 也有外國的市臣 這群人一直在等 等到下午 朱厚趙才起床 才睡醒 所以本來慶典是做午宴的 變成吃宵夜才結束 文武百官覺得 等了一天很累 瘋狂 終於在凌晨的時候 散了 可以走了 大家都趕著回家 急得太 還要搞到人踩人事件 當時導致了一個將軍叫趙郎 被人踩死了 在禁宮的大門被人踩死 朱厚趙 後來玩玩玩玩 覺得炮房玩到悶了 開始不再滿足於在宮內玩了 想著出遊塞外 要去看看世界有多大 但因為他怕朝中的大臣會阻止他 於是他就在沒有任何的隨從 大臣的陪家和保護他的將軍 跟著他的情況下 和他的臣子江濱一齊偷偷地出京城 最後被守關的將軍發現了 經中的大臣亦都趕過來 躲在這裡勸奸他 說皇上你不可以出去 外面很危險 於是他才放棄了去塞外旅遊的念頭 正所謂孝婆守不到寡 那幾天後 他又趁著夜色秘密出京 江濱已經幫皇上 在塞外起了一個行宮 亦都在出遊期間 腦袋了很多婦女 已經困在裡面 之後才去到 嘩!正啊! 於是在行宮內中中獲獄了 但玩厭了裡面的女人之後 又夜入文宅強搶婦女 哎呀!吃夠包心肚 我要吃食粗食事先 careers 逐兩個 Brisbane來玩玩吧 除了閞恆之外 和他除行的士兵 他們有行的宅長 图讀柴不會吧 逃經一些老百姓房屋 他會拆除別人家屋離幹 這賦手在哪裡 他到達 tandem 他便會帶百和尚 把他们混在一起 有时叫他们即兴表演 有时叫他们互相打斗 看看他们可以搞什么出来 以此来取乐 在正德13年 朱后照借助太皇太后落葬的机会 偷偷地再一次出巡 在沿途略夺了几十车的妇女 后面的老百姓一听到皇上快来到 大家都吓得全部逃走 一年之后 朱后照说北边有一些游户民族来侵犯我们 所以就不要过去打退他们 其实也是借此出游 一大群人一起西渡黄河 去到陝西 在路上凡是见到一些稍为有知识的妇女 无论你是官妻、民妇 结婚还是未结婚 不好意思通通都是皇上的 回到京都之后 不用一个月 朱后照又说要南巡 大臣跪在那里反对 不让他再这样做 凡是跪在那里反对他的人 全部都要困在监牢 向一百四十多名官吏 当庭是障形的 而在这个时刻 江南地区刚刚叛乱发生 朱后照又有理由 他说我要亲自去平定叛戀 于是他就愈驾亲征了 十万军队 出京南巡 都未走过几步 人家南方已经传了折报 说叛戀已经被我们搞定了 皇上你不需要去 最后再生气到爆炸 他说瘋了 左朕强抢文女 又如杀人父母 快点把叛乱分子放出来 朕要亲自我捉她 于是他继续南下 去到扬州的时候 借这个土佛逆拆之名 继续去掠夺这个妇女 家家户户都吓得賴屎 而被他掠夺的妇女 全部被他运在尼姑庵里面 如果你家有钱的话 可能疏通下就可以属女 如果你家没钱的话 被皇上委员称谕之后 很多都是当场自杀身亡 而剩下那些狗邪偷生的女子 便会送入大将军府 供大将军享用皇帝玩意的女人 让你们看看吧 朱厚照继续在江南唱游 一路去射箭、守猎、捕捕鱼 有一次他学过渔夫 打算去杀网、捉虾仔 谁知不小心跌下水 然后便冻了 一冻了之后便一病不起 最后就在正德十六年间 在炮房里死了 中年三十一岁 朱厚照不知什么原因 竟然是玩这么多女人 但一个儿子都没有 哎呀 当时葡田那些医院 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出现 不仁不弱便可以帮到朱厚照 便可以帮他赶走医院体 遮院体和湿油 所以没办法 就唯有给他的童宗兄弟 朱厚色计为 朱厚色是谁 家政皇帝 我们之前说过 很著名的公辩 即是说十六个公女 在晚刻打算辣死皇帝 这个皇帝 那就是这个家政皇帝 这个家政皇帝 能力到什么程度 他是很迷信的人 他很喜欢吃药 亦是一个很中辱的人 在家政三年 就召了江西的道士 邵元哲入宫 这个邵元哲什么样的把炮 会被皇帝召入宫 因为他自称 他拥有长生不老之循 跟皇帝聊了一段时间 皇帝就深信不疑 马上被封为至一真人 家政皇帝甚至乎 还在城中帮他建了一栋真人府 给他住 这个道士 他重新整理了一些祭天的仪式 他重新写了一些讨告的文字文案 皇帝觉得这些字写得这么漂亮 这些文案写得很好 于是皇帝就下令了 你一个文神有没有才能 就要看看你可不可以写到 这么好的清词出来 这么好的制文的词操出来 所以每一个神字 为了争重得到皇帝的信赖 每个人都抄这些清词 这个神棍兆元哲病死后 家政皇帝又叫了另一个方术士 陶仲文入供 陶仲文说 用一些少女初朝的精血 用来整成元姓红丹 如果你吃了它便可以长生不老 这个家政皇帝信以为真 全令各地的官员 选了三百多个童女入供 这些人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用来练丹 用他们的精血练丹 这个陶仲文肯定很得宠 又告诉皇帝如何长生不老 官位甚至做到少保和礼部尚书 享受一品的俸禄 后来陶仲文的子孙和徒弟 全部都是鸡犬升天 家政皇帝试完陶仲文练的M单 也觉得自己充满力量 于是乎又开始 频频地去民间选择美女 最高峰的时期 她的后宫 一次过入了几千个美女 对啊 好像入货 入了几千个美女 这些美女 除了被她拿来玩之外 亦都会被她奴役和折亡 有些宫女实在顶不信 于是乎才发生了 宫女杨金英杀皇帝的这宗案 但这样她也不死 所以老天爷的眼睛 只有矮文才相信她是睁大 我就不信了 你呢 后来有一个捷吻总督 叫做胡宗献 他平定倭寇不力 皇帝很生气 但他欠了一只白色的鹿给皇帝 皇帝就不追究她 整件事没有发生过 然后胡宗献 继续进贡了两只白龟给她 信手还给了五个千年灵芝 嘉靖皇帝就将这些龟龟和灵芝 命名为欲龟仙芝 再对胡宗献大肆风赏 和家观尽着 对啊 打仗不力 平定叛乱不领 不要紧 送些东西给我 照样可以升官发财 所以大家看到 原来送些有详细之意的 一些物品给皇帝 什么白鹿 玉龟 灵芝 那就可以升官发财 所以文武百官都争相效仿 嘉靖皇帝吃的丹药 现在连隔离街的阿婆都知道 里面有水银 所以万性中毒 症状就是四肢慢慢开始麻木 面色越来越黑 走路上下下下下 连说话都有困难 后来有些方术士帮他炼制了 朱品仙方 养老身书 又带了一些金石药 进贡给皇帝 嘉靖皇帝吃完这些仙丹之后 流鼻血 然后不省人事 但又被太医救醒他 但从此一饿不起 最后在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加崩 中年六十岁 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两个人 很厉害地玩了几十年之后 整个明朝都差不多Game over 嘉靖皇帝之后 下一个皇帝叫做龙卿皇帝 在位六年 亦是一个深在后宫的皇帝 皇上呀 你可不可以上下朝呀 你看看那些太监 太监已经坐在龙椅上了 你再不上朝的话 我们的天下就没够了 你都知道跟皇上说完这些东西 不杀了你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于是大臣石升受到庭帳六十 当场被宅去乌沙罢官 后来又有一个大臣叫徐佳 那龙庆皇帝觉得他实在太多嘴了 我是一只多嘴的英雄 于是乎就赶了他回去养老 从此之后 没有人再够胆向他进隔 那本来身体强壮的这个龙庆皇帝 在几年之内 就耗尽了他一生的精力 终于在龙庆六年 五月二十六号 在乾清宫那里死了 终年三十五岁 龙庆皇帝下任的皇帝就是万历皇帝 他就是著名的二十多年不上朝的皇帝 其实在明朝二十多年不上朝的皇帝 不止得万历 上一个就是嘉靖 开炮房的那个 另一个就是万历 万历皇帝由万历十八年 到万历四十三年 二十五年没有上过朝 他其实二十岁是亲政的 都未亲政就已经有一个很庞大的后宫在那里 每天都是重情声色 醉生梦死 从来这些大臣要找他 找不到他 那最后那些大臣就求他 皇上,你玩玩玩,每個月留三四次上朝都可以吧 萬曆皇帝覺得很搞笑,You are so funny 整個天下都是暫的,暫都不急,你們這些技術官了,急什麼啊 後來有一個賢官,他見到萬曆皇帝每天都重情聲色 於是寫了酒色才氣四針這篇文章 上疏給皇上,希望皇帝可以醒悟懸崖勒馬 萬曆看完後生氣到爆炸,馬上判了賢官死罪 後來大臣勸他之下,他才改判,將他貶為庶民 從此之後,萬曆皇帝就將不理朝政公諸於眾 我以後都不上了,你們不要再煩我 一直都沒有上朝,直至萬曆四十三年發生了一些事情 他才召見了一群大臣 沒錯,二十五年後已經,這群大臣才再一次見到皇帝 見完這一次之後,直到皇帝死之前都再沒有見過他 去到萬曆三十年的時候,大明政府已經開始出現沒有人做官的情況 甚至乎連京都的尚書都是空置,沒有人做 各個職位其實都是很多空缺的部分 沒有人做士,沒有人做郎,巡虎也沒有人做 什麼報證師、按刷師、鑑、師等等,全部都沒有人做 全國有二十五個府,連支府都沒有 中央九卿只有四個,有些衙門甚至乎連一個人都沒有 哎呀,你四個昨天偷了一隻牛,我要去告官? 但我去到公堂的時候想著擊鼓,但發現衙門裡面 已經周圍都是蜘蛛網,好像已經倒閉了幾十年 去到萬曆四十年,內閣官員只剩下一個人 陸卿亦剩下一個人 全國有一半以上的府是沒有支府的 新科取氏的人不斷有人來考,不斷有人中 但種完之後是沒有辦法做到官的,一直都在京都待命 因為沒有人理會 去到萬曆四十五年的二月份 在長安門外面有百多個人在地上哭 這群人全部都是那些犯人的家屬 那你說那些犯人的家屬在哭,是否有什麼冤架錯案 不是,是當時的鎮虎師繼續負責捉人 但捉完人之後,因為沒有官員在這裡 是沒有人審案的 所以那些犯人被人捉進去,但一直都沒有人審 那宗案一直都結不了,所以一直都沒有辦法判刑 也都沒有辦法放出來 所以那些家屬等完又等,等完又等,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 都是放不出來的 所以那些犯人家屬就是大家圍在這裡一起哭了 你看整個大明荒謬到什麼程度 即是竟然在衙門都可以沒有人在這裡上班 可以撿了一粒 所以金平梅他描寫的背景就是 說著大明末期的這些事情 當我們沒辦法理解到金平梅所描述的事情 為什麼這麼荒謬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回他所影射的那個時代有多荒謬 西門慶這個人,他有多敗壞,有多壞,有多賤 當時這個社會上,當時那些皇帝,那些官員 就有多壞,有多賤 在明朝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可以說真的平常都沒得再平常 皇家和官府都可以荒廢到這樣的程度 民間是怎樣呢?你真是可想而知 你想想由正德皇帝再去到嘉靖,龍慶,去到萬曆 加上百多年 衰百多年 你也別說他不聰明 你也別說他不是登峰造極 明朝末期的那些頹敗的風氣 已經由皇宮轉移到民間 金平梅他所描述的事情 就是由嘉靖去到萬曆期間 明朝的這個社會,種種的惡習,風俗 和當時的社會現象 西門慶吃下偉哥,種下肉 小毛見大毛,到處都是這樣 這些皇朝都還可以持續百多年才滅亡 除了老天爺的眼睛是猛的之外 民間那些藝民都是垃圾來的 因為你們這樣都可以頂得信,忍到他一百年 實在是不抵可憐 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有空無事,講講歷史 我們下集再見 與習近平有 Prose en Gent 我們下集再見 Adrian遲傳